歡迎回到即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次的嘉賓是我們的師母總監郭獅治郭Sir 郭Sir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行指方面走路 現在這刻行指跌146點 做21,295點 跌倒來說1%不夠 打義成交方面491億 國企指數跌110點 做9439點 其次方面跌130點 做21,283點 低水是7點 成交方面還未超過6萬張 這時候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第一旁邊接通了胡小姐 你好 請問郭Sir 有甚麼問題問郭Sir 我中益是180和91歲 總共和國企業的股票 要求他買入 請 見到百例來說 今天做得本身不錯 現在升幅收窄了 現在升幅是一毫子 升幅是1% 現在升幅是1% 現在是11.3% 百例 郭Sir 你怎樣看這股份 有貨物 可不可以賣 我比較保守一點 因為內地的經濟下行風險 是真的 消費類的產品 多少都會受到影響 不過當時 來到現在 以內需的板法來說 大概18倍的市益率 以往值來說 不算很貴 近期也有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其實跌了很多 在9.83元 當時10元左右的水平 已經反彈了20% 雖然股價是走到50天線樓上 但整個大市的氣候 似乎有點慢了一點 現在這一刻如果去買的話 暫時的目標 我先給你 應該是大約12.8到13元 你看看這裏 13元一個高台 這裏應該是13 13.5元 13.5元 這裏一個高位 拉過來 大概13.4、13.5元 暫時來說是一個上網的目標 若不可以有10%左右 如果現在買的話 一旦不對版 拿回技術上的指示位置 如果跌穿了11.5元 或者11.3元 理論上來說就不太好 要小心一點 買少許就沒所謂 但現在這一分鐘 我自己覺得 落需的板法 還要等一等 因為內地的經濟下限風險 其實已經正在增加 正在增加 只是近期的市場跌得比較深 所以有技術上的反彈 另外一隻是914元 是呀 另外一隻是914元 最近來說 有一點反彈 但年初資金跌了不少 現代來說 22.6元 真是搶高了 因為早前來講 曾經見過19.22元 我代表19多元錢 你相對現在已經升了 3個多元 即是說如果拼反彈 一隻股份由低位 上了3個多元 你再拼下去 除非市況 漸漸發展成為一個短期的升浪 如果不是的話 就摸高了 純粹是短炒 我怕你沒什麼水位 看看基本因素 其實幾隻水泥股 都發了形起 即是說這個板塊情況 就不是那麼差 只是大型的基建 暫時來說 都沒有怎樣上馬 就令到水泥的生產 有那麼多存貨稍為偏高的感覺 但始終股價已經跌了很多 好像安徽可樂水泥 一年來的高位31.7到19個多元錢 其實累積的跌幅 已經超過30幾% 如果買來作一個中線投資 就沒問題 如果純粹短炒 我想暫時會比較好一點 基於昨天技術上的上升 已經升破了22元的短期阻力位 現在很明顯 下一層目標應該直指 50篇的平均移動線 這一分鐘大概是24.4 在阻礙水平 如果你是現在這一分鐘買下去的話 做一些風險管理 一個不對板跌穿 21.8 技術上來說 你就要考慮減薄或者止洩 這個純粹是短炒 如果中線的話 反而沒有問題 因為水泥的板塊 由頭到尾我都沒有怎樣看淡 只不過 你政策既然不由保佩 去到7.5 的話 唯有就官網 等到大市的走勢 出現一個明朗的形態 或者是轉穩的時間 才再作一個中線的部署 好嗎 可以幫幫到你嗎 胡小姐 好 那是637 哪隻 637 海通 637 是嗎 637海通證券 現在來講 9.38 現在都跌超過30% 其實當時 A股方面做得好 十幾元的水位 現在跌到來 九個多 現在可不可以買定一點 水泥股和內地的券商股 其實要選擇的話 如果純粹短炒 我想我會選券商股 真的會選券商股 因為A股跌深了 上證指導去到1849點 到昨天的反彈去到2093點 已經是反彈了244點 相對早前跌了485點 已經反彈了一半 即是說 以一個技術上的標準的反彈 但它已經完成了 剩下來的 就看看 到底 往後資金入市的態度 是怎樣 券商股 由低位上來 其實幅度 不算是很明顯 因為高台 13、14元 去到 8個多元 跌了多少個百分 就算數了30幾40個百分 最好就不要抱著短炒 分階段慢慢賣 因為中線 我對A股的看法 我不看淡 只不過 暫時 政策未出台 始終來說 可能屬於 有波幅而沒有 升幅 有反彈 不過沒有大升格局 是要稍微坐一坐 你價不介意高追 如果介意高追 暫時等等 九個多元錢 這些價格不算是貴的 老實說 但是 短炒來說 有一點 真的被動 因為要看A股 對嗎 謝謝胡小姐的提問 先跟大家跟進 內地勸商股方面 一種的板塊 看到現在的早價 看到中國光達 現在跌超過1% 新人萬國跌幅比較多 跌超過300% 可能證券剛剛說到 跌超過3% 國體軍安現價 3.13元 跌幅超過1% 中信證券 現在做13.96元 跌幅超過2% 轉一下 嘉靈觀眾的電話 在旁邊有 張小姐 你好 你好 之前你好 我想問一個 MAR208 一個金箱 五個二買 短期 上網有多少 麻煩你 五個二買的 目標清晰 都是做短期的操作 現價來說 4.56元 SID 還要跌4% 嘉靈觀眾的買價 跌跌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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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怎樣做 郭Sir 留意4.4.5元 支持位 因為技術上來講 市低位的形態 風險 是比較大的 股市 我講香港股市 由19,426元 反彈到 今日21,522元 升2000多點 但你看 金峰科技的股價 其實還在4.5元 它是弱於大市 因為基本因素 真的比較弱 如果一旦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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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和50天線之下 而且這一兩天 10天和20天線 尤其是20天線 進一步跌穿50天線 就是勢頭弱於大市 如果技術上有反彈的話 初步的阻力 第一個是四個白銀錢 第二個是五元 暫時的看法我好保守 你小心點 千萬不要加住 暫時 好,謝謝大家的觀眾提問 接下來跟郭Sir 領點時間跟郭Sir跟進一下 就是內地方面的表現 上證指數 今天收報在2039點 全日跌了33點 跌幅1.62% 匯深300指數 收報2275點 跌了51點 跌幅超過2% 深淨城址 又收報在8012點 跌了171點 跌幅超過2% 先問郭Sir 昨天提及秋星的狀態 A股方面 今天有回禍 應該怎樣看A股方面的走勢 簡單來說 5月29日的高位是2334 去到6月25日的低位1849點 這個浪在一個月都不到 跌了485點 是相當急的 我講了上證指數 經過一個急跌之後 終於有個反彈 包括領導人表示 關注經濟下行的風險 適當時間會有些措施出來了 市場的解讀就是 你遲早都出政策 其實根本上當然會出政策 問題是何時出 由1849點的上升 上證指數由於升破了 這條短期的下降軌 這條短期下降軌 下個星期一不會再出現 應該取消了 反而由1849點這一點 度上來這裡 形成一條短期的上升軌 真奇怪 下降軌又那麼斜 上升軌又那麼斜 唯一的解釋就是 市的反復比預期中為大 而且這些情況 升破或者跌穿 都是等閒時 因為你那麼斜 只要升少少就升破 反過來 你上去那一刻又是那麼斜 只要回調的幅度 稍微多一點 又會跌穿 凡是升破跌穿 這一分鐘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1849點 是不是今年的低位 這就反而重要 如果1849是2013年全年的低位 即是今年由2444 跌到1849 跌到495點 暫時的波幅已經夠了 已經夠了 因為去年來說都是2478 去到1949點 其實是相若的 以內地現在的經濟下行的形態來說 風險比較高 但不要忘記 股市由5月29日到6月25日 已經急跌在先 即市已經預計經濟下行 不僅僅 亦反映了企業盈利會倒退 所以跌得那麼兇 跌得那麼險 但技術上來說 急跌過後肯定有些反彈 順帶一提 由6月25日當日開始 雖然曾經跌穿了1949點 其實其後這幾天 都有一度在日中跌穿1949 但以收市計 我只是說收市 以收市指數計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是沒有一天低收過1949以下的 情況不是說差得那麼緊要 不過怎樣也好 由1849點的反彈 去到昨天的高位 2093點 已經是反彈了跌幅的一半 即是說跌了485點 這次的反彈已經升回244點 若果是等於50.3% 這樣看的話 其實A股也不差得那麼緊要 不過大氣候真的未到 當然由1849開始拉上來 這條短期的上升軌 能不能一路維持很緊要 如果一路維持這條上升軌 即是說A股會在上升軌樓上走 怎樣也好 都是等機會推上 相對來說 如果再跌穿這條上升軌 反覆代變的格局 始終消除不了 我覺得暫時不需要看得太進取 因為5月、6月到7月份 其實A股的走勢一直都受到政策主導 很明顯暫時來說 保經濟增長是由溫總的8% 到現在的你總的7%到7.5% 不要看清8%到7% 1%很少 不是少的 是很多的 相對8%不見1% 等於12.5% 很多公司一年的毛利 都不外乎是單位數字 只是說幾% 你經濟下限 或者沒有了12.5%的動力 對一些中小微忌 打擊力是很大很大的 不過當然知道 如果真是去到 執政策或者阻礙 我相信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也有政策出來 只不過現在這一分鐘 暫時在短期來說 就會比較難捱一點 股市的上升 可能只是技術上的反彈 高位千萬不要太過著就行了 謝謝郭Sir 和我們分析了A股方面的走勢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將會是全日總結的環節 繼續有郭Sir在這裡 和大家跟隨港股方面的情況 想聽郭Sir說一下 今天來說大股走勢的話 稍後就不要走開了 我們稍後10分鐘回來之後 繼續有直播的時間 一個場景的 非常有意見 兩個場景的 也很熟悉